好 繼續好好來關注的是 北約峰會正式登場 晚間的最新消息 俄羅斯攜帶極硬素飛彈的戰機 再度升空 機幅也立刻響起空襲警報 不過烏克蘭軍方宣稱 他們在巴赫姆特的南方 收復了大約168平方公里的濕土 另外烏軍也正實施特訓 美國援助的白朗寧重機槍 隨時上陣 烏克蘭打火兄弟 才到現場拉水泄滅火 幾秒後就被突然襲來的 俄軍炮彈震倒在地上 火場變戰場 一群人緊急撤退 這就發生在盾內刺客的 康斯坦丁諾夫卡 無二前線一刻都不平靜 跟著烏克蘭的媒體記者 挺進戰火最激烈的巴赫姆特 我們在巴赫姆特的南方 現在我們的兵士進行進行 我們工作與烏克蘭打火 這裡跟他們在戰場上 工作是永遠的 我們等待他們進行 到工作 五火 五火 冰雹火箭炮老当益壮 依旧还是乌军高度仰赖的反攻利器 根据乌军宣布 截至7月10号为止 乌军在巴赫姆特以东收复了168平方公里 以南收复了24平方公里 反攻有所斩获 但是进度缓门 反攻ING 直见巴赫姆特外围道路都是坦克 烟消四起 乌军在这里 透过突袭旅的炮兵 掩护部兵攻势 我们现在在巴赫姆特外围 来到10号银河军的领域 这领域正在这一领域 一领域正在领域 然后银河带带着我们的兵 转发 重浮夜出等待最佳时机 ZN也直击就在巴赫姆特不远处 还有座新兵训练营 这个新指的不只是人 还有武器 没错 这边的乌军要学的是 如何从之前用习惯的苏联制机枪 转换成美国援助的 白朗宁M2重机枪 有实战经验的士兵手把手教学 战场上生死交官还要适应新武器 乌军的受训得自力救济 才能拉高胜算 乌军嘲讽厄军 精准度不够 根本就是乱打一通 不过事实上 乌军还是有一大部分 是靠着苏联救军武在撑 同样消耗很大的 就是无人机 乌军飞的是名为 Leleka-100 又称冠式无人机 这是乌克兰国产的侦察无人机 也是目前乌军 最广泛采用的侦察式无人机 续航这里 一约一百公里 是乌军的侦察力气 用无人机就是希望 能够减少步兵地面攻势 必须要和俄军正面驳火的人力 和弹药消耗 毕竟连美国总统拜登都说 战争关键就在弹药 只是前线消耗太大 西方军援恐怕缓不济及 德国最主要也是最大军火商 莱茵金属坦言就算产量拉高六倍都未必能满足乌克兰需求 要更直接帮助乌克兰就是直接进到乌克兰建立生产线 从这辆Fox装甲车开始 欧洲军火商想要直接前进乌克兰盖工厂 恐怕也意味着这场战争三到五年难以结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俄罗斯对外证实 在瓦格纳兵变后的第五天 普清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他们的领袖普里格金 以及35名瓦格纳的指挥官 还宣称瓦格纳当面向普清宣誓效忠 不过克里姆林宫只有口述 并没有公布相关画面 真实性还是被存疑 乌克兰士兵蓄势待发 这段倒数60秒备战雨片 由乌克兰情报总局发布 暗示即将展开新一波行动 相反的俄国内部还在烦恼兵力问题 甚至又重新提起瓦格纳领袖 普里格金的名字 俄国当局周一炮震撼弹 声称在兵变后 普清早已和普里格金会面 时间就在兵变后的第五天 也就是6月29号 克公表示普清和普里格金等 35名瓦格纳指挥官会晤长达3小时 而且瓦格纳继续对普清宣誓效忠 诈听下双方仿佛近视前嫌 像是兵变从未发生 不过当中许多矛盾点还有待理清 回顾普里格金6月24号 一日兵变后突然收手转网白鹅 卫星也曾拍下一次专机影片 普清27号才怒嗆要查清金流 却又说两天后重新见面 消息破光前俄国官媒7月5号公布超佳画面 卢卡申科则是在隔天认了 普里格金根本不在白俄 CNN对于俄罗斯单方面说法 抱持怀疑态度 倒是一度行踪沉迷的俄国参谋总长 格拉西莫夫终于现身 俄国让格拉西莫夫公开露脸 却只用口头方式描述和普里格金会面一世 确实相当的诡异 至于曾被普里格金公开赞赏的 末日将军苏洛维金 现在还心中沉迷 普清还需要瓦格纳帮忙打仗 不得已低头和解 甚至战时不会惩处普里格金 目前还不清楚普清为何妥协 因为叛变日当天 他险些大难临头 乌克兰情报显示 瓦格纳兵变当天 差点就夺走俄罗斯核武 研判瓦格纳当时的目标 是名为佛罗尼斯45的核武基地 该区保存了苏联时期 研发的小型核装置 据称可用背包携带 幸好最后没有成功 俄乌战争达到现在 演变成弹药之争 欧洲最大军火生产商 接受CNN专访 证实还将扩大产能 未来也不排除 直接在乌克兰境内 生产装甲车 关键时刻 北约峰会选在距离 俄罗斯边境仅151公里的 立陶宛首都召开 泽伦斯基也将和拜登 一对一会面 此次的目标很明确 是为加入北约排除可能的障碍 TV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